前队局战班是马克塞尔比4比2领线 比锡局由沃尔登开球 一上场 塞尔比就采取一个长台进攻 球没有打阵 看下门禁通过 好的 非常上方的这些红球被拔净 但是这个母球的落点也是非常的糟糕 但这个球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看又撞了那两颗红球之后改变了母球原先 回去的线路 所以沃尔登也是很无奈 要拼球 三分球 漂亮 空心拼不进啊 但是呢 吃两库之后撞不出来时又撞到了两分四分 对 应该说现在呢是球台左下底带是有一个机会球呢 就现在变成了沃尔登每一根都要拼球 再拼近 好 看下力量 好的 应该说还是到位 嗯 最多还算到位 底带和中带都有 先来打六分的中带 漂亮 嗯 关键是看这个六分是不是能摆回点位 对 啊 摆不下 摆不下呢 啊 放到上方 四分点位 一辆 12 到底要选哪一颗呢 到底要选哪一颗呢 两分球 嗯 好像这个黑球左侧的这个红球啊 右下底带有进球 嗯 进球的线路 嗯 进球的线路 好 果然啊 是个下球的 然后一个平拉 嗯 这个落点也是很精准啊 应该说可以处理球台左侧单独的一颗红球啊 好的 这几个呢 应该说啊 走位都不错 对 20 至少要轻轻推上去 那么因为在 哦 这一个球居然没有推进 不会 对 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嗯 今天的 这场比赛啊 打到后半截啊 真的是 平平失误 但是意图肯定是想流出这个角度来开球啊 将这个红球队来炸散 对 好 我们来看 马斯尔比的进攻 没有打进 了 了 吓 吓 吓 十字回球之后 K了一下 撞了一下这个粉红球 Mark Selby仍然是 有占有局势领先的优势 4比2战时领先 好 这个沃尔登呢 首次将这个红球队啊 开散 这样的话呢 来拼球 让对方双方来拼 就为 也为自己创造机会 因为老是那样的 乏味的死守 死防也是没有作用 好的 这一口炸散了 这个Mark Selby马上就给你打进一盒 看来是真的不可以小瞧它 强心呢会粘住这个三分球啊 但是关键是不能让对手看到左侧的红球 Mark Selby马上就给你打进一盒 全都被阻挡过 全都被阻挡过 做得死死的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